《立場新聞案》早前宣判刑期 其中《立場新聞》前總編輯中配權被判入獄21個月 以罪名最高可以被判7年來計算已經算非常輕判 但身為大律師的《立場新聞》前董萊爾 走出來美化中配權的犯罪行為 認為中配權為新聞工作的理念坐牢運運 吳靄爾在《明報》以權撐住為題撰文就說 曾經有人建議中配權認罪可以扣減三分一刑期 但中配權不肯 於是硬生生承受了擁場的審判 為當今法律下的新聞自由赤道留下了詳盡的公共記錄 吳靄爾又說中配權寧願不出糧 想盡方法為新聞撐住直到最後一刻 這種美化犯罪人物的行為 過往暴亂的日子實在見怪不怪 將刑事破壞稱為裝修 將扔汽油彈稱為火魔法 現在美化一個利用新聞作武器的人 《立場新聞》實際就是抹黑以及重傷政府 為暴動立喊助威 心怕當時社會不夠亂 不斷在火堆中添油 法官在判決時一針見血地說 被告不是進行真正的傳媒工作 而是參與當時所謂的抗爭 然後吳靄爾說中配權有糧不出 因為最初網媒不是怎樣賺錢 但根據當時《立場新聞》被調查的報導指出 警方廣署在2021年12月29日 搜查位於九龍觀塘區的《立場新聞》辦公室 查抄大量文件物品 廣署高級警司李桂華證實 警方引用《廣區國安法》凍結6,100萬港元 是警方廣署力凍結最大筆的資金 《立場新聞》原來有6,100萬資金被凍結 那吳靄爾有沒有繼續交代 當《立場新聞》資金那麼充足時 中配權有沒有繼續有糧不出 還是已經變成高薪厚錄呢 當然工作得到薪金是理所當然 但吳靄爾只是想突出中配權沒有糧出時 這些就是典型的英雄化手法 再者 法官已經相當輕判 更不要說另一被告《立場新聞》 時任處任總編輯林兆彤因病 所以減刑自當停釋放 總之 其他必有用心的人士 不要再轉移視線 新聞工作者亦需要遵守法律 新聞自由絕對不是免死金牌 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